你好,想弄点啥? 你好老板,我妈妈,您可是 你看我这20块银元值不值一万块钱 这是假的 20块银元值不值一万块钱 嗯,对对对 然后再看看真假 是是是 哎呀,这是传扬 这些是大头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哎,白贴了,贴来的是我的神器 只见一个伙计 借我一万块钱 当时说的啊,都差给我跪囊了 说的用一个月就换 几年都是真正两年了 咋要一样过来 各种装小时 没办法的,我给他假了 给他假真正 我知道了 等于说就是你朋友欠你的钱 一直没还你 对 他拿的这些银元抵账了 不是 我给他假真正逮了三天 这货这笋多了我不会假 就是他媳妇没办法了 他假的价都被他带走了 假来没见,假了孩子 您看看这东西 盯账算了 这是他的配价银元 说的一个按五百盯了 哦,总共20块是吧 对,我也不懂得价值 我先给你数一下数量 行吧 因为数量比较多 你要真是三块两块 咱就不数了 是吧 这是五块 对 这又是五块 这是十块的 这也是五块 那正好二十块 数量对得上 对 等于说你朋友欠你的钱 一直没还你 然后你去他家要账了 对,一直不给你照面 在他家蹲了三天 也没回来 最后他媳妇拿着他们结婚时候的嫁妆议员 抵账了 对 一块抵五百块钱 我感觉我亏了 亏了 所以你过来看看真假 然后看看他的价值 剩余的钱 我后来就急于找到家 你先别着急 说实话 你不亏 你不亏 我看了 这东西啊 都是真的 真的 老的 那那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我看传扬都是23年的 嗯 像23年的传扬 还有这些大头啊 一块 现在我们收的话是一千一 二十块的话 也就是两万二 那你 你不是欠你一万块钱吧 对啊 那是绰绰有余啊 你没看出吧老板 都他那刷无赖的性格 他那块多还给我呢 我没看出 我估计啊 可能是 他媳妇不知道银元的价值 你看隔前几年 嗯 确实像这银元 也就五六百块钱一块 哦 明白吧 嗯 这银元是古董啊 嗯 他就放的时间越长 越值钱 那这样说的话 那我还赚一万种啊 嗯 那是 那你要是按现在的回收价来算 那你肯定是赚了 所以你也不用回去 再找到要钱了 那肯定不回去了 哈哈 我不能只回 那你这这咋弄 那老板你比较少一元 你觉得这是储州合适 还是流车合适的 嗯 这主要还得看你缺不缺钱 你要是缺钱的话 那现在就可以变现 可以马上用上钱了嘛 是吧 你要是不缺钱的话 嗯 你要想留的话也可以留 因为像这些银元 都是一百年的历史了 嗯 隔谁家里都是穿家宝 可以继续往下传 并且这东西 说实话 你放的时间越长 它价值越高呀 嗯 刚才就说了 你隔五六年前 这一个五六百块钱 你隔十几年前 一块才一两百两三百 现在你看 这都一千往上了 对对对对 能理解能理解 那这样吧 我还留着呢 留着 我不缺钱 嗯 我安甲也留着穿甲包啊 好脚踏的穿甲包 变成安甲的穿甲包 哈哈哈哈那行 那行那行 好好好 东西你还收起来 东西都没问题啊 老的 这许不要咋减肥用啊 不用不用不用 好好好 谢谢你老板 你再认识 行